Hello 大家好 不好意思 遲了這麼多 還要調轉了黑漆帶 OK 我們等聽眾朋友進來 不好意思 遲了剛剛才到公司趕回來 我們今天是破紀錄 連續同一個節目講了三次 因為第一次看到樣子 但聲音不好 很厲害 聽說 疾得很厲害 然後到第二次 就是聲音清了 但樣子就打了格子 所以我們今次做第三次 內容會不會完全一樣呢? 不會的 我盡量遲回之前有說過的事情 今天主要是那兩件事 第一是說物論 第二是說生酮和激骨症的關係 你說這兩件事有什麼關係呢? 有人都會問 麥倫和生酮有關係嗎? 其實很簡單 麥倫和你的身體有關係 而生酮和你的身體有關係 兩個都和健康有關係 算不算有關係呢? 我覺得是算的 當然你可以依然是維持的角度 就是覺得身體的毛病 純粹是身體層面 就是我一定可以透過 吃藥和做手術 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但是很抱歉 這就不是我的觀點 我認為一個病 可以有很多層面 包括抑鬱症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之前一直不是不想說抑鬱症 但是如果要講抑鬱症 你要在育身的層面講的話 其實當然應該找心理醫生 精神科醫生去講 是不是? 我自己又沒有心理學的訓練背景 更加不是精神科的訓練背景 所以之前好像覺得 育身層面好像沒什麼好說 除了我是一個國內人之外 它真的不太好 當然你可以說 它是和 brain damage 有關係 它也是和你腦裡面的分泌有關 但是這個我想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今次會搬出來講呢? 是因為有研究出來 是關於生痛和抑鬱症的關係 另外 我們除了看肉身層面 就是剛才所說的 你的腦裡面有些化學物不夠 還有就是 你的腦裡面有受傷 所以令到它裡面的傳遞不得以平衡 除了肉身真的看到摸到死了解剖 除了解剖出來的東西之外 就是我們所謂的anatomy and physiology 即是功能與 anatomy 即是氣官的結構 以及physiology 即是它的功能之外 有沒有更加深的東西 你問我的話 我經常都說的 疾病有四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最面一層 就是現在沙中線 你看到 喂! 那是地的 然後就抓建築師來 或者那個 那個 裝修師傅來 那個盆頭來 喂! 地上一顆 那些磚都裂了 你有沒有看到 那當然你可以剷掉 那些磚都裂了 因為那些磚都裂了 對吧? 但你發現 我剷掉那些磚 我再裂了 不夠兩天 它又再裂了 這樣 Well then what's the problem 咦? 原來 不是只有面頭那一層磚的問題 OK? 原來呢 下面的紅毛泥都裂了 這樣 那些裂痕原來不是只有面頭的磚 原來是下面的紅毛泥都有裂痕的 OK In such case 那我們再鋪那一層紅毛泥上去 好嗎? 這樣 再鋪了 再鋪之後你發生什麼事 你發覺 就是 咦?它又是過兩天 又裂痕的 那是怎樣 這樣 再剷掉那些紅毛泥 你發覺 原來是 那些鋼筋有短妝 OK? 被人剪了 原來不合規格 OK Then you see OK? 我們的身體都一樣 不是 你身體上 比如舉例 你那個位置 生了一顆磚 我去割了它 And that's it That's the end of the problem 可能真的是這樣的 可能它真的 嘔發 只是那個位置 有一顆磚 And你割了它 的確會離開 但是如果你移到下面一層 就是 上面一層的磚 你拆了之後 你發覺 下面一層 就是紅毛泥的部分 其實是你身體的情緒層面 我們也聽過有人說 被人激到爆血管 然後他經常生氣 所以肝不好 我想如果大家都是 我們不要說政治 如果大家都是賢王子孫 OK? 大家都有中醫的understanding 不要說多厲害 或者多不厲害 但是你也會聽過 譬如說 那個人經常都很猛狀 所以肝火成 你看到中醫 或者是印度的Ayurveda 他們都是把情緒和疾病 有連在一起的 其實西方的醫學 都有做這個practice 但是大部分人 都可能不想面對這件事 我發覺大家都可能是 就是要擺出一個很堅強 和很 I'm okay I'm fine 的一個表面 不要說假裝 但是一個front 大家要擺出一個面子 就是life goes on 即是你不論是家人過了身 家裡的愛貓愛狗過了身 或者是發生了什麼大的trauma 都要是沒有事 這樣carry on with your life 但是人是有情感的 而情感的過度壓抑呢 還有收起來 其實會不會是 contribute to depression ok 那這個 你問心理醫生的話 心理醫生會說 有關的 ok 但精神科醫生呢 他在肉身層面 跟你說 不是 是腦內傳導體 即brain chemical 不夠 捉不及 被人撩走了 sorry ok 好 所以你看看你問誰 你明不明白 如果你問中醫 他就說 是啊 情緒當然有關 整天氣乾就不好 然後整天 酸汁血壓都會高一點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問西醫 他在肉身層面的醫療的話 他就會跟你說 沒有的可能是遺傳的 沒有的你吃得太多鹽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聽到 這麼多 confusion的例子 這麼 confusing的例子 令大家這麼混淆 很混亂 到底哪一個人才真呢 對不對 就是 就是因為 你找那個人 那個角度不同 你記住 你找西醫的話 西醫很厲害 他們做手術 很厲害 而且他弱度病除 可以看什麼病 例如你頭痛 或者是敏感 那些 他真的一顆藥下來 甚至濕疹都可以 藥到病除 但是 是不是你就完全康復呢 這樣 是另一個話題 我想你們有答案 如果一個病 真的能夠單純透過吃藥 就會好 的話 那就不會有慢性病 你明白嗎 正如好像抑鬱症 像抑鬱症一樣 如果真的這麼簡單 就說 是因為腦內的傳導體 就是腦內的化學物質不夠的話 就補回它就可以了 好了 但是那個病病在哪裡呢 就是如上一集 我和喆利布丁一起討論的時候 都有講過 大家因為品質太差 不聽就罷了 那一集 OK 那我重新講講 就是因為精神科醫生 開給你的藥 其實它是藥廠設定了的 那有三種的 如果因為抑鬱症 會開的藥 一種就是 我們叫做 Norepinephrine 是腎上腺分泌的一種物質 那另外一種 就叫做 Dopamine 另一個叫做 Serotonin 那這三樣東西 是你身體自己本身有的 那如果它不夠的時候 當然 就有些東西 咦 不太行 你明明想到 但是說不出來 或者你明明聽了 想跟我說了 但是你沒有辦法學到 所以如果你們有印象 之前有一宗新聞 怪獸家長 那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叫爸爸媽媽 就是爸爸媽媽 走去找精神科醫生 叫他開聰明丸給兒子吃 我不肯定是兒子還是女兒 總之是小朋友 就是想他功課好一點 就給聰明丸 聰明丸就是什麼呢 就是 Serotonin 如果有聽過生酮感受 一段日子的朋友會知道 我以前有疾病 我以為自己康復的 因為我用什麼角度去幫自己康復呢 我吃藥吃了一段短時間 我就覺得自己好像有些少少 反應很慢 然後癡癡呆 痴癡呆呆 好像有個時間 lapse 外面發生的事情發生得很快 但我好像慢鏡一樣看外面 有一個疏離感 你明白嗎 所以我後來會自己白厭 我自己停藥 但我做私房材的時候 就有個客人 是一個姓張 很出名的精神科醫生 他很喜歡我煮的食物 他經常過來在我那裡吃東西 然後他跟我聊天 他就留意到我有些症狀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有沒有試過有depression 或者焦慮症 我說有 我說不過我好了 他說問我什麼時候的事 我說是05年 好了 他就說 但是我看來似乎未好得完 就是有些殘留的症狀 他就說不如你過來我身處 我去到 如果大家身邊有朋友有焦慮症 抑鬱症 或者自己是當事人 你會知道的 醫生會給你一個水蛇那麼長的 形狀給你填的 真的很恐怖 你覺得是填到2047年的 那份東西 填完一輪之後 醫生就會根據他問了一些問題 其實就是想知道 你到底是serotonin 就是血清素 然後 Dopamine就是多巴胺 中文應該叫做 然後 Norepinephrine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到底是這三樣東西 哪樣少了 而他去決定 他給哪間藥廠的藥給你 但我想說 這些藥 它並不是 Custom Made的 就是它不是 檢查了你血裡面 或者打開你的腦 看到你少了多少的mg 他就開了一個mg 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開藥的時候 他就叫你 譬如早晚各吃 四分之一粒 慢慢就變成各半粒 然後就可能早晚各一粒 舉例 他會循序漸進的形式 他叫你多吃一點 但是到底給你的量 會是少於你需要 多於你需要 還是恰如其分 剛剛好 是無從稀巧的 老實說 因為他沒有一個方法 能夠有一個很確實的數據 因為你的血裡面 是反應不到的 而且也沒有辦法 打開你的腦去檢測 所以就說 真的只能夠透過臨床 即透過觀察 你吃一排之後 問你怎樣 如果舉例 你暴躁疑路的話 就可能是少了 或者不夠 Nor Epinephrine 但如果你的人 覺得很悲觀 很不開心 很消極的話 那就很大機會 就是不夠 這個叫做 Dopamine 但如果你發覺 好像我之前那樣 上課 先生說完之後 我聽了 我明白 但我進不了腦 我沒辦法 process 可能就是 Serotonin 不夠 醫生這個時候 他真的斷猜 第一次開 他會開的份量是多少 然後慢慢叫你 循序漸進地吃下去 你不斷覆診 你就不斷去給feedback 這些其實叫做 Biofeedback 你告訴他 你當成的感受 但這一個 如我們上一集 我和Jelly布丁所說 如果那個人 他在福利社會的國家 福利主義國家 比如北歐 或者加拿大 就是說 他有心不想上班 他想在家 富閒在家 但又可以拿到政府福利 其實那份問卷 你可以全部拿到最嚴重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可以說 我想死 然後我會自殘 然後我會懶人 然後我想毆打 我的鄰居 我的親戚 我的朋友 我想殺了我老公 你可以這樣寫 你高度危險分子 OK 然後給很多藥 那個人可以拿出藥 回去不吃的 你明白嗎 所以 他沒有一個 我認為 一個真正的客觀的準則 去分辨這個人 其實吃那個藥 對不對 和藥的份量 對不對 相反這個時候 我會比較拜中醫的做法 因為中醫的做法 他有一個客觀的 測量方法 就是他幫你把麻 看你的舌頭 看你的舌頭 看聞聞聞切 甚至揮開你的眼底 去看 這個看聞聞聞切 就是他有一個客觀的數據 去告訴他 其實你的真正情況是怎樣 中醫的角度 抑鬱症就是和肝有關 肝鬱 OK 所以影響一個情字 當然和心也有關 就是和水和木有關 腎屬水 肝屬木 水能生木 太少水 那你的肝就敷 如果肝火太盛 如果之前我們有一集說過 因為你的肝不夠水滋養 肝柴就裂火 OK 所以中醫的角度 就是他會每次因應你的身體狀況 他會配藥給你的 大家看過中醫就知道 你給他把脈 然後他把舌頭給你看 他寫完藥方便等 等他們幫你執藥 然後回去煎藥或藥粉 開水 你做什麼事 OK 但我覺得這個方法是比較個人化的 以及比較能夠有一個客觀的方法去反映 所以我另外覺得有些問題是 如果他直接開血清素 多巴胺 以及Norepinephrine 如果有人知道中文是什麼 請看一看 問題就是 他會不會令你的身體產生了一個依賴 你的身體反而生產少了 你明白嗎 當然你說 有雞鮮有蛋 我身體本身不肝 吃下去是什麼問題 是的 你可以這樣說 但會不會說我長遠吃 反而減少了身體本身的生產 這個我覺得也要考慮 一個就是用肉身層面去看 西醫精神科醫生純粹在肉身層面 因為你的腦裡不夠化學物質 不夠腦內傳導體 所以他形成不到一個溝通網絡 簡單說 所以你就會有些信息傳遞不到 以及你的心情會受它的影響 這是西醫純肉身的角度 中醫的角度是肉身加情緒 因為他會跟你說 你可以去耳心或者去郵圍走 продолж 不要那麼不開心 還是愉快一點 似乎都有一個關聯 但精神科醫師純粹在肉身 心理醫生或者我們叫作 psychotherapist 或是counselor 是 чит的odie 包括諮詢師 他會跟你說 而你發覺如果你跟你說 講話和跟他對他催眠 你可能要找回原來你都不知道 你五歲的時候被媽媽痛打了一鑊金 然後被她塞了在醫櫃上 原來這件事在你的身體裡面留下了一個創傷 這麼多年不爆的 但是現在才爆了 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件事可能在你的明意識 即你的conscious mind已經刪除了 以及藏起來忘記了 但是在你的 subconscious mind 潛意識裡面它在這裡 這裏我拉遠一點點說 就是佛家所說的阿拉的食物 為什麼一個人 比如他催眠 撇開宗教不要說 我現在純粹是科學角度 有些人催眠他明明是信主耶穌的 或者是天主教 基督教 甚至是其他宗教 無神論者 不相信死後有after life 但是有些人催眠的情況下 他都是原來有往生的 他以前多少世 多少世 這些其實網上有很多例子 你們可以自己看一看 這是真實的例子 OK? 那你問其實現在有很多做能量治療的人 包括在下 小女子 我們去找出一個問題的癥結的時候 我們不會單純說你的肉身層面是怎樣 你要明白 我一定會說情緒和能量和靈性 為什麼? 因為我真心相信一個病不是這麼簡單 當然如果你說告訴我 你現在純粹是感冒 那你的感冒當然就是因為你抵抗力不足 然後就感染到細菌 病毒 如是等等 所以你就有這個感冒了 OK? 是的 可以純粹是肉身層面 但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它不是一個快來快去的病 它是一個慢性病的話 相信我 它有更多 OK? 我之前有一集和Jelly布丁 還在我家 我想可能一個多兩個月之前 我們說的是鬼佬點閱 即是Thought Field Therapy 和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的時候 都有說過的 就是有個婆婆 她是否爛腳爛板得走不 medium 她是連想去個 mall 在街道什麼都走不到了 想不想我們? 怕哪裡 sip 好啦 Sorry 我 youngest找我們 嗚呼 Model histoire 我穿黑色衣服 大家好 Rosemary key to share 哎呀 是不是太長眼 agua 也是太精采 哎呀 我額水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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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哦呦,好了,寫完嗨之後就走了,好嗎? 嗯,拜拜 OK,好,我們繼續 這樣吧 就糟了,搞了我了 抱一抱,又忘了自己說什麼 肉身層面 跟著 找人提提我,不好意思,我已經,對不起 抱完隻貓之後 不知道自己去了哪裡 OK,Psychotherapist,肉身層面 嗯,找人給我一個提示,好嗎? 好慘,我現在完全想不到的 啊,很糟糕,OK,繼續 這樣就 對了,那是說前世 哦,對,grandma food,謝謝 謝謝Alan的爛腳 對,那婆婆呢,78歲好像 她說,70歲,78歲,我忘了一件事 我看回,因為我有個案子在手 因為她的女兒就學了 然後就想問她媽媽 她說,喂,如果你這隻爛腳 是跟一個情緒或一件事有關 會是什麼事 然後她就說,她沒想過她媽媽是會說的 因為她媽媽是一個保守的人 她媽媽竟然說,在我16歲的時候 我朋友過來吃飯,我爸媽在我面前吵架 我真的尷尬到無地之勇 OK,於是 接著她就,OK 在這個情緒裡面 接著就幫她做鬼佬點閱 其實,好笑的,我們叫鬼佬點閱 其實她是 來自於中國的這個經絡的學說 因為不同的情緒 是儲存在身體的不同的經絡器官裡面 那你如何釋放她出來呢 就是敲打那些關鍵的位置 你可以叫做月位,但又不是是月位也可以 OK 接著你發覺她的敲打,即是鬼佬點閱方式很有趣 她是要你用左腦,又要你用右腦 這樣轉換 上次的寺寺寺寺的示範 就有一點錯的 譬如有些位置是要哼,而不是唱 接著,視線要怎樣看 即是她有一點技術 但是很神奇的 因為你記得 同一集裡面也有提到 有一位小朋友在盧旺達 她是經常罷了 她看黑板,看東西不清楚 即是很蒙 有一陣東西在那裡 接著後來 就在Thoughtfield Therapy 那些執行師幫她的時候 踢完一輪之後 她說,看東西清楚了 接著之後 校長進來 就跟他們說 其實他們當初找到她的時候 她是被家人的屍體擲轉 而她是面向下 是沙地 那你想一下 她當時是一個嬰兒 她有提到的那個案子 不知道是四個月還是六個月 總之很小 即不是幾歲 她完全對這件事沒有記憶 但你的身體有記憶 所以是你的身體保持它的 score 譬如你那個地方 20歲的時候扭傷 但舊患的scar tissue 即是那個勞損組織 繼續存在 除非你怎樣做 那個勞損細胞 那個勞損組織 就是你找一個熟悉 肌肉筋膜結構的 譬如一個脊衣 或者一個中醫的骨衣 去幫你解開它 但是你想像到一件事 就是如果她要幫你解開這件事 你是要痛 明白我的意思嗎 譬如舉例 我小時候跌倒了尾龍骨 然後我整天腰痛 然後她去巡住尾龍骨去找 她會找到 那裡有一塊 或者兩塊 或者三塊 的scar tissue 勞損組織 然後她要解開它的話 是要按下去 然後不斷撩 不斷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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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會痛 這樣你把這件事套下去 理解 抑鬱症就很簡單 如果一件事 你本身 很多年前 你發生了 但是你想把它淹沒 不想記起 OK 忘記了它 然後 Life goes on 我照上班 下班 照拍拖 結婚生子 但是我常常說 那些事情你不處理 她不會就這樣走 她在你的身體裡 是留有一個記憶的 那它什麼時候會爆炸 什麼時候會出來呢 你就真的看彩數 只能這樣說 OK 正如那個舊患 你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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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的 不奇怪 所以就是 看看你自己 願不願意面對 所以你問我 對於抑鬱症 這麼複雜的病 我不認為是單純 身體層面 就這樣吃藥 就可以康復 我不是反對你們吃藥 而且如果你們找我做面談 就是健康諮商 我都不會跟你說 你吃藥 或者不吃藥 因為 都是那句 有法律責任 所以我不會這樣說 OK 但是 我因為我不會開藥給你 我可以給的 是一些飲料 就是一些營養補充劑 譬如抑鬱症 有些東西是可以幫到你的 有些是草本 有些是你腦裡本身有的 例如Gaba 這些是可以幫到你的 5HTP Gaba 你上載有一堆東西都可以 但是 我給你跟醫生的分別 就是醫生是一度 所謂的鄰近地區的字眼 就是一步到位 我那些不是的 我那些是吃了之後 你身體要再做一兩個步驟 就將它合成轉化 因為我們那些不是藥 明白嗎 但是有些醫生 也不會開給你的 因為不是藥廠出的 就是一些草本 例如St.John's Wart 是對抑鬱症有幫助的 有一個叫Bakoba Bakoba是印度Ayurveda的一種草本 是對大腦 對抑鬱症很好 我們剛才所說 這個身體層面說完 大家明白 我們說情緒層面 我那裡有個創傷 例如我18歲的時候 被納米飛了 這件事對我來說有沒有影響 有可能對我有影響 因為我之後再認識的男生 我會有戒心 你明白嗎 他有沒有影響 他有影響 但他的影響是否去到肉身層面 未必 都是那句體彩數 但是如果我們要檢查的話 我們有辦法檢查到的 我們可以問 舉例 譬如我現在隨便找一個客人 Leanne 我見過你 我找你做例子 讓大家明白 舉例 例如Leanne 你有抑鬱症的 你找我做討論 舉例就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OK 我會問Leanne 我說 Leanne 你介不介意 我幫你檢查 你抑鬱症的源頭是什麼 OK 我檢查的時候 如果你說OK 那我就會幫你檢查 我會檢查 其實Leanne的抑鬱症 有沒有一個情緒的層面 在這裡 如果檢查出來 有 OK 他願不願意 告訴我 他願不願意去面對這件事 OK 如果我檢查出來 全部都願意 那我們再檢查 他到底這個抑鬱症的情緒層面 是自己內在生起 自己身體產生的 即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想 忽發其想 OK 有這個情緒 還是別人跟他的交流當中產生的 明白我的意思嗎 接著他說 他自己產生的 只不過有些人 他不是有很低的自我 對自己的自我的印象 觀感 自我價值 評價都很低 對不對 這些不是別人的影響 有機會是自己 因為可能自己經過 看到一些時裝雜誌 看到一些明星很漂亮 很瘦 但覺得自己不是這樣的 我不是說Leanne 我說很多人 因為現在你知道 媒體上的訊息 全部都是踩我們 因為商家踩你 令到你感覺不足 你才會去買的那些產品 對不對 好了 所以我們充分著這麼多的這些訊息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而自己內在有這樣的感受 即低自我認識 低自我相信 還是以為不是 原來他這個感覺 是因為第三方引起 譬如 你聽過 寶丁和我的節目 之前都說過 我們媽媽的影響 可能我們媽媽小時候 經常踩我們 說 好像我媽媽也是 說我沒有內在尾 說我一樣不好 那樣不好 那樣不好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 我會有這個情緒的屈結 那我們要檢查 這個人的抑鬱症 背後是否有這個情緒的層面 而這個情緒是因為他人影響 還是個人自己產生的 OK 好了 如果因為他人影響的話 我們要再檢查 它是什麼時間產生的 到底它是 哇 杯胎時代 OK 我們經常都開玩笑的 現在我們 就是門市那裡 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同事 李姑娘 她真的是一個RNA registered nurse 她是一個很好的 她幫助我 她不是做一份工作 她是想幫助更多人 我們經常都開玩笑 那個客人是否從胃胎開始 已經是這樣的 我們就檢查 還是不是 是嬰兒的時候 那嬰兒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還是童年 還是成長的時候 多少歲發生的事 我們去檢查 OK 好了 但你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你不授權我去檢查 我又不會幫你檢查 因為能量的東西 就是這麼有趣 又或者能量以外 是道德的問題 如果不是 你想想一下 如果我是任何人都肯接 例如我為了錢 什麼都可以的 OK 我什麼都可以接 你猜會不會有很多老婆來找我 說你幫我搞定我老公 或者媽媽全部都來 說你幫我搞定我兒子 我兒子不聽話 我想知道他什麼事 你幫我搞到我兒子聽話 可以嗎 這樣不行 這樣就沒有個人意志 你不明白嗎 舉例 你兒子的反叛 是因為這是生命中的課題 他要學習從這個課題 你明白嗎 可能他經歷了現在的反叛 他將來才會有一個鈍悟 他才懂得珍惜身邊的人 懂得孝順父母 所以你不能夠以你個人的角度 在現在認為他半逆 他很反叛 我就要correct這件事情 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每個人有自己的路 所以你經常都會聽到 所有的安排 就是最好的安排 你唯一可以改的 就是你自己 當然如果你說我和那個人聊過 他願意的 譬如他有depression 他的抑鬱症已經很多很多年了 他吃藥吃到什麼都試過了 但他仍然還沒有痊癒 我跟他說過 他也說抑鬱症 不只是單純是身體那麼簡單 而是裡面有情緒 還有能量層面的問題 你幫一下他 他同意的 你這樣說就可以了 你說我同意 好 我就可以確認 如果他不同意 我就不可以確認 如果不是每個老婆都說 要確認老公 每個媽媽都要確認兒子 明白我的意思嗎 大家請稍等我 十秒八秒 我想拿個東西 因為我剛剛在公司趕回來 一口還沒喝 我現在很渴 等等我 好 回來了 好 回來了 好 快喝一口 也是喝這個沒什麼益的飲品 OK 好了 大家關於上一集 如果有聽人 就會知道 我說能量那件事 OK 講麥倫 講能量 大家拚頭 就說 怎樣 不明白 你怎樣幫我檢查 是用我一部機 還是怎樣 我上一集也有提過 外面有機賣的 OK 那些機器甚至要3D 要現場 立即看到你的氣場 還有默倫 都可以的 但那部機是廣大了 幾十萬 那我就 唉 對不起 沒有經濟能力 所以 未打算進入那部機 OK 但是呢 我的方法去幫你檢查 我是遙距幫你檢查的 你不需要現場 在我面前 或者做些什麼 即是你 都是那句 你授權 如果是你本人 你授權 那我就可以幫你檢查 即什麼叫授權 就是 你說 譬如你 發個Whatsapp 去91702922 那你就說 我想檢查麥倫 那我同事就說 好麻煩你150元 那你 你傳這個訊息過來 還有你給這個150元 那就是你的授權 明白嗎 那我就會幫你檢查 檢查完之後 我同事就會拍那個默倫的報告 傳給你 然後跟你說 你什麼時候方便 你上來拿回報告 還有我們解釋給你聽 這樣 OK 是的 那都是那句 老婆不要幫老公 女兒不要幫媽媽 媽媽不要幫兒子 OK 不要幫旁邊那個 也不要騙我說 其實她授權了 因為這件事是不對的 記住要尊重個人意願 OK 如果能量上 我們說 為什麼會有抑骨症 就是她的三眼 就是她的眉心輪 就是這個位置 OK 是能量是很弱的 能量製造物質 OK Energy creates matter OK 這個是physics 所以不是什麼v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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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它裡面的國物結構又會變了呢 其實很簡單 譬如我舉例你現在站在一個商場裡面 如果有人在那邊一直看著你 牛眼看著你 你會不會知道 但它觸不到你的 你中間隔開很遠 但為什麼你會知道別人看著你呢 譬如你下午的時候太陽曬進來 太陽就沒有碰到你 為什麼會令你整個房間光了 令你房間暖了呢 為什麼植物碰到太陽的光線 能夠產生光合作用呢 為什麼呢 能量 能量震盪 所以我接下來會有幾大篇文章 會說Vibrational Medicine 就是能量的醫學 就是不需要透過食藥的方法 去幫助身體 因為你們聽我節目 至今你們會知道 我盡量都不想你們食藥 我不是想倒醫生米 我亦都不是跟醫生有手 我都說我有什麼大問題 我自己都要去看醫生的 但是呢 試藥三分毒 我那天在外面做按摩的時候 捏著腳仔給人 接著見到電視 一個西人醫生 我忘記是英國還是德國 有醫生說 太多藥 我們不應該讓小朋友吃這麼多藥 我是很心同感受的 我覺得你不要說小朋友不應該吃這麼多藥 小朋友不應該這樣打疫苗 大人也不應該吃這麼多藥 是不是 我都說為什麼你身體會痛會不舒服 他是想告訴你一些東西的 你明白嗎 他是想告訴你 嘿 我有些問題 正如小朋友哭 難道他不應該是憎恨你 所以哭嗎 他因為他肚子餓 或者肚子痛 或者他賴了一片片 所以他要你知道他有事 其實真體的痛症 或者不舒服 是一個警號 警號是要你去採取行動 正如膽固醇高 你不是去壓低膽固醇 你是去看看我身體做什麼事 膽固醇會這麼高 是否因為我某個地方有很高的炎症 身體發炎 身體出血 你明白嗎 所以我身體要生產 身體發炎和分泌膽固醇 是為了幫我修補 你要想清楚 不要本末倒置 不要膽固醇高 我是按膽固醇 然後不理會我的發炎 繼續發炎 你明白嗎 好了 如果之前看過心肝管疾病 那幾十年都知道 膽固醇不是你吃的東西 跟吃的東西沒有關係 Encel Keys本人說的 你吃什麼東西是影響不到的 你吃的是鵪鶉蛋還是魷魚 都沒有關係 你吃了更好 我告訴你 因為你的肝肉太好了 謝謝你 你幫我減少工作量 正如你不需要吃葡萄糖一樣 因為肝自己會製造 它每天都在做 你不要搞亂它 我想說的是 不要痛就吃止痛藥 正如你猜我不會頭痛嗎 我會 我會頭痛通常是因為什麼 因為頸痛 為什麼我會頸痛呢 我就要想 是否睡覺姿勢不好 或是我的壓力很大 休息得不好 或是頸部長期同一個姿勢 不斷地打野 那就要做一個動作 這樣 一個動作 為什麼這個動作會有用呢 因為我們頸椎 最近頭的一節 有一個叫做Atlas 是取自羅馬神話裡 一個神的名字 就是那個托著地球的神 被宙斯懲罰他 一直托著地球 OK 所以 那個Atlas 它是整條脊椎 就是穿過Atlas 它是很小的孔 它的樣子有點像一個 有角的 我找一張照片給你看 然後 如果你本身頸部長期緊了的時候 它向前移動一點 都真的會壓到 所以就會覺得頸部會痛 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OK 我給你一個側身 其實就是你把你的下巴向內收 向內收 OK 那你就會移動一些位置出來 OK 做這些 如果這些的話 做這個動作 我相信你去看醫生跟他說你頭痛 醫生都真的只會開止痛藥給你 但這一個就是 隻醫會跟你說 或者是物理治療師會跟你說 但這也是肉身層面 但如果你發覺你整天頭痛 整天頸痛 那你不是一直吃藥嗎 應該 對嗎 一直有其他原因才會不斷發生 那你就要看回 咦 為什麼呢 是否情緒上有什麼原因呢 我想起我爸爸過身的時候 那段時間我的肌肉是痛到 做什麼都沒有用的 怎樣按 怎樣吃藥都沒有用的 可能就是太過傷心 好了 那一陣子很擔心錢銀 或者很多事情很煩的時候 都是會這樣 但我發覺我一去旅行 即是俗稱我回鄉下 回日本去日本玩的時候 就覺得什麼都不同 或者我去了整個禮拜都沒有回來 可能這些東西有點耿耿 但是耿耿是因為買了太多東西 什麼啦 重啦 那你知道它真的純粹是肌肉的酸痛 就不同 我剛剛才打完 去到門口還是鬆的 一到街已經耿耿了 就是包門口不包街口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疾病 都是那一句 如果我今天走上山 我走了四個小時六個小時 那我的腳冤當然是正常 那這個當然不會有其他因素在裡面 但是如果一直都有事 例如你的抑鬱症 抑鬱症 是吃了很久的藥 但反反覆覆的話 相信我 它不止肉身那麼簡單 就是你的情緒那個部分 那情緒的部分 你可以面對面找我 我就幫你做鬼佬點閱 OK 亦都可以搖它 我幫你check你的depression 背後有沒有一個情緒原因 如果有的話 我搖它幫你清掉它 是不是一次清掉了 我不敢說 試吧 OK 好了 這個已經說了能量層面 能量層面 剛才也有說 如果有depression的人 他的三眼 就是眉心輪 一是有得意的 你想想 四五千年前的印度人 怎麼知道 depression 會和這個位置有關 但他真的有關 因為你的蟲果體 下腦在這裡 你猜一下 在這裡 除了蟲果體 還有什麼 就是有行人體 Amygdala Amygdala 就是儲存你的創傷記憶 OK 譬如 我都說上一集 其實同一集節目 但之前做了兩次 也有說過 一個不開心的事件 OK 你的身體記住 你的腦記住 你可能再提醒 的時候 你未必再哭 或者不開心 但是呢 你的記憶是在這裡 你的記憶 多少會影響到你日後的判斷 和日後的行為思想 好了 但是呢 譬如你舉例 我小時候 譬如舉例 我被蛇嚇到 或者我未被人在現場看見他 我可能在電視上 看到他彈出來 我嚇到 然後你發覺 以後的人一提蛇 一提蛇 一提蛇都不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行人體裡面 形成了一個短路 而那個短路 是打不開的 那這個呢 其實是在這裡 那這個肉身層面 但是 咦 如果我吃一些製品 譬如Bakoba 是否可以幫到這個行人體打開呢 可能是的 OK 增強它的健康 那如果我逐個都點閱 是否會幫它打開呢 是的 事實證明了是的 好了 如果我增強這個位置的能量 因為能量 剃造物質 那個能量 生肉的器官 而器官就會產生一個功能 好了 所以就解釋了 為什麼有些人 他那個位置有事 割割割 割完之後 又生出來 割了又生出來 你這麼欣皮 這些例子 我們經常都聽過 譬如 一些人說 卵巢 我割了一遍 你又出來 很麻煩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問我就是 不如你搞加 你的生殖倫的能量 你增強它的能量 那你增強你的能量 就是脈倫 譬如 子宮卵巢 避尿系統 男子就是高院 前列腺 書精管 女子就是陰道 書卵管 尿道等等 它的元素是上 是生殖系統 避尿系統 如果那裡一直出事 包括 卵巢多郎症 朱栗柳 水狼 卵巢不健康 不太排卵 很痛 經常陰道炎 尿道炎 下背部會痛 你會發覺 很有趣 那些東西 不是單純一個 那就是你那個地方的能量不好 你明白嗎 那個地方的能量不好 你有什麼方法 那就是愛茶內服 愛茶的方法 咦? 枝爺有什麼 枝爺去了 等一會 旁邊 看看我能否拿到 不要掉了 閃燈不要掉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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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這些肚子就是這樣 咦? 咦? 好的 抱歉 找不到 因為我想應該搬回間店 哎呀不是 有了有了 好 講了抗病 吧 就是這一支 走近一點 爆光了 看到嗎? 3rd eye chakra 裡面的就是針對微心輪的精石 現在你們應該相信水晶是有能量 如果不是你的杯子裡的水 為什麼ph值會變化 以及裡面的礦物結構也會變化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杯子放了7分鐘 結構已經變化 你想像一下這支 裡面的油是一直浸著的 上面的株株也是水晶 這是外茶 滾在微心 兩邊混凝 這些全部不是藥 也不要吞 這些是精油和草本 加上水晶 即是crystal therapy aroma therapy to by color therapy 在裡面 這些就是vibrational medicine 我寧願大家 如果不是死人林 很嚴重的話 用一些比較溫和的 沒有入侵性的 始終是釋藥三分毒 藥是一定有它的毒性 正如大家之前未聽節目 以為無雙大雅必須要吃 吃了反而安全的鋼膽滬醇藥 其實是一種神經毒劑 不是神經毒劑 而是一種吃昆蟲的毒劑 是紅菊 它那種要防止昆蟲吃它的毒劑 多了是有問題的 正如疫苗裡面 它用的aluminium salts 是全身殘留 排不出來的 所以又要講咖啡冠醬 咖啡冠醬真的很重要 所以上一集我提供過 我就說我接下來 因為現在店舖有很多好同事幫我忙 所以我接下來可以彈一些時間出來 就讓大家了解多一點 關於這個能量治療的部分 這樣不收大家的錢 讓大家先試 怎樣啊 剛才現在又不行 不要這樣 可以嗎 好 好了 關於能量治療的部分 如果你們檢查了自己的默輪 知道自己的默輪是哪一個藥 我接下來會有一個連續21天 每人就自己選擇自己的3天 我們由底輪開始 底輪跟什麼有關呢 就跟一個人經常都擔心 擔心 有關的 這就是情緒層面 如果我們說跟肉身層面有關 肉身是跟骨頭 肌肉筋膜 肌肉筋膜 以及關節 譬如說我經常都關節痛 我有淚風濕性關節炎 我有關節炎 我骨質密度不高 如是等等 那這些禮拜一的默輪瑜伽 你可以就離開了 7點到8點是做瑜伽 8點到8點半就是聲音治療的部分 如果你本身能量是強的話 你不會怕那些聲音 但如果你本身能量是弱的話 你就會很害怕 我學過幾次聲音治療 第一次那個先生是香港的 他只顧著教技巧 沒有說太多話 我在外國再學的時候 那個先生一來就問我們 Sound Therapy是什麼 大家當然是啞了 他就說 Healing sound和Sound Healing有什麼分別 大家也是啞了 因為在座有些很厲害的音樂人 專業的表演人士 但大家都啞了 後來先生解釋給我們聽 原來 Healing sound 是好聽的 是樂爾的音樂 它有旋律的 聽起來你會心情愉快 例如對我媽媽來說可能是鄧麗君 小誠故事 蔡琴 因為我媽媽是台灣人 但對我來說可能是看心情 可能是陳奕迅 或者是Adelle 但聲音和聲音的分別是 前者的聲音是好聽 有旋律 後者是不好聽 有旋律 聲音是沒有旋律 不會有樂譜沒有旋律 但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它的作用是逐一點說 難聽一點說是攪屎棍 它要攪動你的能量 刺激你的能量 你的能量受到刺激 受到動動的時候 上面那一層鋼筋 短樁 上面那層的紅毛泥會怎樣 就會凹凹 下面那層的鋼筋凹 上面那層的紅毛泥就會鬆 就會凹凹一些情緒出來 所以我一直敲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哭的 有些人就是 突然之間好像很害怕 有些人就可能是很懵惰 或者是突然之間想到很多人很擔心 或者是以前的傷心回憶出來了 好了 再上一個層面就是身體會有反應 譬如我不是說有人哭的 那就是能量的動動 令到情緒宣洩成為眼淚 但有些人就是吻 吻完之後放出來 咦 血壓 就可以正常回來了 然後擔心的就是 可能你擔心完之後 你發覺其實沒什麼很擔心 明白嗎 所以不要想著是悅耳動聽 有人會在玩樹琴 彈鋼琴 沒有這些東西的 沒有惡譜 沒有旋律 但是它的作用就是 跟你疏通你能量上的阻塞 以及幫你平衡你的麥倫 可以嗎 麥倫就是你做麥倫的瑜伽 我不是說你一至六 一至五就是晚上七點到八點半鐘 瑜伽加上升中治療 星期六就是兩點鐘 就是遮掩布甸教的 那你上完上到三點半 然後我們的生童同學會 就免費參加的 大家報名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問題想問 你想現場問問題 當場問我和遮掩布甸 那你就報星期六的四點鐘 生童同學會 如果你正在聽這一集 你真的本身 微心倫是弱的 或者有depression 那你就上兩點鐘那一課 因為兩點鐘那一課 是關於腦 是上腦和下腦的 即是微心倫和頂倫 兩個倫放在一起 因為和腦有關 那就是兩點的 剛才說的外茶方法 就是油 每個麥倫自己都有一瓶油 OK 未黏這裏 OK 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如果是生殖系統不好 可以嗎 爆光 OK 可以了 生殖系統 被療 可以嗎 就是這一支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 我現成在這裡 其實七個輪都齊了 可能有些沒有 這個腦就是我自己本身很弱的 就是喉鱗 喉鱗是耳鼻喉 甲狀線 頸 啞 口腔 食道 下面那些是青金石 OK 好了 就外茶內服 內服的就是水晶瓶 麥倫杯 有很多人問我那些 什麼時候出 我那些今個禮拜就有了 OK 我當然覺得我那個相當之好 到時大家自己比較一下 OK 那麼 生酮那裏 關於抑鬱症 如之前那集我們有講過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有幫助呢 因為它搞兩件事 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它降低了你身體裡面的發炎 你身體裡面的發炎 是令到你腦裡有很多的東西 它無法清除出來 明白嗎 那譬如我們舉例 2017年就是一個叫做 The current status of ketogenic diet in psychiatry 就是精神科 OK 這個生酮飲食在精神科的應用 2017年都算很新的了 OK 就是 這個生酮飲食對於一些精神科的病症 例如 激活症 OK 它不是做了一年或者半年的測試 它是用了兩個decade 20年的時間 2004年那個人 就說 生酮飲食似乎是可以穩定一個人的情緒 為什麼呢 其實你想想很簡單 當你的血糖不波動的時候 你的情緒是自然穩定 OK 第二就是 原來那群白老鼠分開兩批 一批就吃重澱粉 一批就是生酮的 即是高脂肪小澱粉 發覺原來不只是生酮或不生酮那批 自己那一代的影響 原來連他們的下一代都有影響 發覺原來生酮的白老鼠的BB 下一代 它大腦裡面 Hippocampus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OK 跟著 Neocortex OK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有三個部分 都很明顯地 是發展得更好的 所以如果想自己的子女 贏在氣泡線上的父母 麻煩你生酮 麻煩你不要再給一些果汁 那些什麼餅 還有曲奇 我那些生酮曲奇另外 跟著 紅色可樂 給那些小朋友喝 然後粥粉麵飯 不斷摺他吃 你想他贏出氣泡線 你自己生酮才好生 所以我想我如果 有機會生兒子 我的子女都應該可以 從命 好了 接著發覺就是 其他的精神科的病症 包括精神訓練 最近有一套戲相 是講精神分裂的 其中一個角色 跟著 自閉 和 焦慮症 都有幫助的 生酮 對了 為什麼會有幫助呢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 如果不是 節目講完那麼久 你也沒有講理由的 就是因為搞少了發炎 當你吃的大部分都是澱粉 即是現在的食物金字塔 底部仍然叫你吃澱粉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難怪 你知那麼多人有糖尿病 難怪你知那麼多人有癌症 難怪你知那麼多人有抑惑症 解釋完了 就是當你的飲食由高發炎的 碳水化合物為主的飲食 立即反轉成為低至零發炎的生酮飲食的時候 你的腦裏面的發炎狀況 能夠得以緩和 能夠得以清除 你想想你身體不斷發炎 你的腦不斷發炎 他沒有辦法自我修復 海馬體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lan 腦裏面的神經發炎 亦都是depression的主因之一 所以 我都說 你所有的慢性病歸根究底 都是發炎 所以人類歷史上 是自從吃了碳水化合物 即是農間社會之後 以碳水化合物為主食 因為人懶惰 養懶了身 不想走去狩獵 之後慢性病就出現 好了 這樣 我詞一些 一位叫Georgia Eddy 一個哈佛的精神科醫生 他解釋 他就說 我讀英文先 不好意思 我就想辦法回中文 OK When refined carbs and sugar serve as the brain's primary food source the neural pathways are overwhelmed with free radicals and glucose depleting our natural internal antioxidants and leading to excess oxidation and inflammation in the brain when the brain draws its energy from ketones fewer free radicals are produced allowing our natural antioxidants to easily neutralize them without becoming depleted Mitochondria the engines of cells may function more effectively and neurotransmitters journeys across synapses may be eased OK 好了 剛剛說這段話 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精神科醫生 不會跟你說 因為很大機會 他自己都沒有看到 因為這些是新的 他當年還在學堂的時候 都沒有說這些 而且在學堂的時候 還在跟你說 要吃碳水化合物 好了 我現在翻譯到剛才這段話 就是當你的身體 你的大腦 是用碳水化合物 和糖作為主要燃料的時候 你的大腦裡面的 傳遞管道 就被大量的自由基 和葡萄糖覆蓋 我的中文譯得不好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就令到我們的身體 本身內在所產生的抗氧化物 沒有辦法可以有效地中和它 減少發炎 而當你的大腦 是用銅體 我們叫做BHB 即是Beta Hydroxybutyrate 你身體生酮之後 血裡面會檢查到 那些叫做血酮 當你的腦 是用銅體作為燃料的時候 不再用糖 這個自由基的數量就大大減低了 那我們的身體 自己所產生的抗氧化物 就能夠可以有效地中和了 那個游離機 而令到身體的發炎狀態 降到最低 我們身體裡面的發電廠 叫做Mitochondria 線粒體 就能夠有效地運作 產生到更加多的能量 而大腦裡面的化學物質 就可以有效地傳遞 搭到橋樑 行不行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你生酮之後 我們的腦就產生到很足夠數量的Gaba Gaba就是我們腦裡面的那種 令到你覺得 chill pill 即俗稱的 令到你很chill 很平穩 很踏實 很平和 很平靜 譬如你說 有焦慮症的人 廢話 Gaba當然不夠 另外譬如有過度活躍症的人 亦都是Gaba不夠 但Gaba有什麼產生呢 有一點叫做Glutamate Glutamate和Gaba 腦裡面的比例 就影響到你的大腦運作 問題出在哪裡呢 就是當你吃的是 碳水化學物為主 即是金三角 即是食物金字塔的飲食 即粥粉麵飯 麵包蛋糕 雪糕的時候 這個腦就會 會用這個Glutamate 將它轉成Gaba OK 對不起 調轉了來說 它會將Glutamate 拿來用 那它拿來用 它就轉不到Gaba 你明白嗎 那你不夠Gaba 你不夠Gaba 你這個人不平和 你就在彈來彈去 很焦慮 很緊張 OK 你太多的Glutamate 因為你吃糖 它拿去用 它轉不到Gaba 就會引起 Neurotoxicity 就是神經中毒 所以大家就發覺 那些很喜歡吃電品的人 就會 傻懵懵懵 然後傻懵懵 然後你跟他說 好像一直都解釋不到 那種狀態 但如果你吃脂肪的時候 你吃膽固醇的時候 最保腦的 所以吃豬腦真的保腦 不要咬是真的 你的身體就會 好啊 那我不用用Glutamate 我直接有很多的能源 那些Glutamate 就可以轉了做Gaba 那你就 人很平和 腦轉得很快 明白嗎 OK 所以 我今天 已經講了1小時5分鐘了 我就不講靈性層面 的抑鬱症 是有這件事 OK 其實 我第一個去巴里上的課 就是講靈性層面的抑鬱症 抑鬱症 我們講四個層面 尤其是拖你一百幾十年的病 很長期的病 除了肉身層面 下面情緒 情緒下面還有一層 就是靈性 靈性在下面 對不起 肉身下面 情緒 情緒就是能量 能量之後 才是靈性 靈性我不是最難說的 我到現在都不太鼓起到勇氣說 薩滿當然是其中一個 薩滿很多人以為是宗教 但他跟宗教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那我都要想辦法去 看看怎麼說 給大家明白 OK 之前所說 就是因為我想 介紹大家明白 能量治療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OK 能量治療 好像你想像是一個氣功師 幫你隔空做能量治療 或者是靈氣 或者是 還有什麼可以有什麼例子 我想不到 但是大約就是這樣 西方社會比較明白 因為其實有很多科學家寫了書 是講Fibrational Energy 即是能量 醫學 真的叫Fibrational Energy 震盪 就是那種光的震盪 你看到那種光 令到你的腦產生不同的反應 是Fibrational Energy 你不是吃藥的 是Fibrational Medicine 你沒有吃下去的 但你看到 接觸到那個光 你的腦的反應不同了 它自己自我調節了 明白嗎 譬如 水晶也是 明明在膽裡 為何會影響到外面的水 就是它的Fibration 它的能量 它的震盪 OK 所以我接下來會用21天的時間 日子我會寫出來的 OK 如果你檢查了麥倫 你知道自己是哪個麥倫藥 你就報哪個麥倫 我會幫你做遙距 OK 遠程或者叫遙距 就是Distance Distance Healing 你只需要給我的名字 就行了 譬如你說我是胃很差的 即是太陽蟲 即是太陽倫很差 你選擇太陽倫的那三天 你給了個名字 傳到970-2922 不用錢的 我就會在那三天裡 幫你去加強 你那個太陽倫的能量 我會幫你清理你太陽倫的能量阻塞 和幫你加強你的太陽倫的能量 OK 七個倫都會做的 如果是有Depression 你就選擇微心倫 那三天 那你什麼都不用做的 你不需要採戒沐浴 你不需要付錢給我 你什麼都不用的 OK 你只需要如常你過你的生活 那如果你覺得 咦? 好像之後有些反應 我覺得好像心境好了 或者我家裡的位置好像好些 那個人沒那麼累 那你就自己有感受 知道這件事有沒有用 你明白嗎 那為什麼一來我不收錢做 就是我想大家去感受這件事 覺得幫不幫到你 就是我個人是很均深的 包括我都說過很多次 我店裡賣的產品 一是就是 全部我自己做 一是就是我自己做了R&D 就是那個配方是我研發出來 我找一個我相信一個的人做 又或者那個東西 是我自己試過 我正在用我覺得好 我才會放上去買 不是任何人說 任何人說 什麼HK什麼什麼Mall 任何人說要放東西在那裡買都可以 我不是Amazon 我不是淘寶 我不是HK什麼Mall 我那些全部都是試過 覺得好 或者我自己的配方 或者我親手做給你的 所以我為什麼可以這麼有信心 就是那些東西是有用 還有好 是這個意思 當然如果你喜歡去Amazon HK什麼Mall 或者淘寶買 你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製造的產品 By all means do it OK 我告訴你 我只會 endorse我自己用過的東西 如果你有產品 你覺得你代理回來 或者你做的 你覺得相當之好的 你給我試 我試了我覺得很好的 我會放上去 給更加多人可以守衛 Having said that 就是我知道最近有某些人 在我店裡打等 跟其他人抄牌 聊天 拿他們的電話 然後帶他們去買東西 帶他們去買一些中草藥 或者說 我知道那裡買得便宜一點 我跟你去 我希望就不要這樣 因為老實說四個字 面戚不雅 OK 那個地方是我的地方 OK 而那些產品放在這裡 如剛才所說 不是我自己親手做的 就是我的配方 或者我自己試過用過 那如果你要這樣帶人 你好像做傳銷 或者你要帶人去買其他東西的話 那我就寧願你自己開店 OK 那你要結交朋友 你有你的自由 但是我希望不要從事經濟活動 因為我不想到時候有什麼爭拗 然後事情就變得不開心 OK 那當然你們是歡迎你們 上來商量同學會問問題 免費的 OK 不收錢的 那大家交朋友是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是商業活動 好嗎 OK 那關於那個遙距的療癒 遠程或者遙距的療癒 就是你遇上過你的生活 我幫你清理你的默倫 阻礙 幫你增強你的默倫 那樣東西 就接下來我會公佈日子 那你只需要 送個訊息去91702922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哪個默倫約的話 你可以 都是送個訊息去91702922 說你想檢查默倫 就可以了 OK 那我同事就會幫你安排 檢查好了 會傳個表給你 跟你說 那個報告出了 你可以上來看那個報告 我們解釋給你聽 好不好 能量是沒有距離的 能量也沒有時間空間的 那所以 正如為什麼 那個催眠師心理醫生 可以跟你聊天 去回你的童年 幫你搞定你童年的創傷記憶 然後你之後 整個人會對那件事的感觀 記憶會不同了 是因為這些 是沒有時間距離的影響 這個我們之前都說過 愛因斯坦也是這樣說的 不是我作的 所以這個是免費的 大家想的話就登記 好不好 OK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之前聽過兩次三次的話 就很感謝你今天再聽 OK 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傳Whatsapp 去91702922 如果再想問我店是哪個 就在銅鑼灣百德新街 50至56號 唐寧大廈一樓A 營業時間是中午12點到晚上9點鐘 一至六都有麥倫瑜伽 OK 一至五就七點至八點半 做完瑜伽就做聲音治療 星期六就兩點鐘 是這個 即是你補典教的 就是做這個 鼻心倫和頂倫 四點鐘就生同同學會 想參加的都是費用全面 報名 91702922 不要打電話去 記住是新Whatsapp去 好不好 拜拜